好快啊 今天是我们来内蒙古的第四天 接下来我们要去一个很著名的景区 叫做野狼谷 你们看看这个人 包得严严实实的 生怕晒黑了 你看这个人还戴个魔金 飞机 刚刚天上飞过去的 是这边的一个体验项目 滑翔翼 好怕呀 你敢坐吗 我敢坐 但是我也不想坐 有的人他们喜欢刺激 他们就去体验一下 各位小伙伴 你们想体验这个项目吗 敢的话请把敢自打在公平上 这边是游客中心 进来买票 哇这边不就是他们的宣传片吗 这个狼怎么这么配合 这边是入口 你看这上面有一头狼 我不看 因为这是假的 小星星竟然主动说要到这个里面去看一下 对啊 一头两头 就是第三头 四头 五头 这个是用轮胎做的吧 做的好有质感 这个沙盘应该讲的是狼群 围攻羚羊 走吧 我们要回来再看 我们出发 去看野狼 先坐这个观光车 这边还有小火车 不要着急啊 都有机会 妈妈先上 你坐中间 哎呀 这个视角真好 这就是坐在最后一排的好吃 OK到站了 乌拉盖野狼谷风景区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这边可以划草 这边是狼园腾的拍摄基地 我们先去划草的地方 小金星爸爸问你一个问题 你第一时间回答我 你还要不要来内蒙古玩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想说真话 香泥地风 嗨 是催到野狼谷 这是一个拍照打卡的地方 证明自己来过野狼谷 刚刚我们一家三个 也在这边拍了一张合影 咔嚓 就是这张美照 陈姐姐帮我们拍的 划草须知 每条划到七八五十米 最高时速 四十五 好快啊 先上去再说吧 还有两百三十米 这个画面让我想起了狼牙山舞壮士的海豹 冲啊冲啊 谁要是先到山顶 谁就是第一名 小星星现在是第二名了 好了反超你了 我要超过你们超过你们 哎呀哎呀好累啊 我已经是第一名了 哈哈哈哈 吹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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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先把你抱到上面去 待会下来的时候你要自己走 一二一 一二一 我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 你看过我们的视频 嗯 好谢谢你 大了就在眼前还遇到粉丝了 吹 慢一点 你看这家伙 完全没有疲惫的感觉 这玩意做不了啊 大人抱着又不行 做不了 好好好 那我坐你们就不坐了 哇这么长一个轨道 我估计20秒钟吧 OK 好走远了 没有关键 这个 这也会 接下来轮到我了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面前的风景 哇我出发了 哇 好快啊 好快好快 我的脉好 为什么会这么快 体重越全越快 我150斤 我要是再重一点的话 就直接会冲到前面去 我真的很刺激啊 坐这个轨道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重心 不要乱动 一动的话就容易偏 不过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这个项目很推荐 很推荐 好 上面下来了这两位 它应该是同时启动的 我怎么感觉它们好慢呢 开始减速了 这个小朋友好厉害 小星星太遗憾了 体重不够 我刚刚给小星星他们打电话 小星星他们坐观光车到狼园去了 我们现在直接去狼园 这边有一个小超市 太好了 可以看有什么纪念品 例如红烧牛肉 我是不会买的 再例如圆月弯刀 不对不对 这上面写的是招君什么 各位小伙伴你们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吗 这不像是喝水的杯子 有点像鼻桶 你们到了 我跟妹妹玩的不一样 扎不了 就拿常温的吧 这边是有免费WiFi的 如果没有WiFi的话 因为信号不好 所以扫码都扫不出来 他们说这边有狼 是不是啊 这两只狼在睡觉 不要把手伸到网里 他来了 你好 你觉得鲨鱼和狼里哪个危险 我觉得狼危险一些 那鲨鱼为什么不危险 因为我不到水里去 他就抓不到我 我们现在坐车到狼园里面去观光 这是明天狗啊 这不是那边 那个狼已经被驯服了 他们好像已经失去了狼性 下车宝宝 嘿 嘿 不是你的手伸 你好 我们俩等了 太一个小时了 哦哦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乌拉盖野狼谷 我们刚刚就穿过了狼园 怕不怕 不怕 恐怖 恐怖 不恐怖 我也是这么觉得 哈哈哈哈 来这边看一下 我们刚刚就是沿着下面的水泥路 坐小火车一路过来的 然后在这边停车 这些狼只是被圈养 因为狼是比较有野性的 圈养久了 就会失去天性 我看一下这个望远镜能看到什么 很模糊 不好对焦 有栏杆 有一间房子 房子里面有工作人员 哎呀 太麻烦了 还不如直接用眼睛看呢 刚刚看的就是这里 再如果白天有狼的话 马上就被发现了 请勿投喂自带食物 如果你想喂活鸡 工作人员马上就会去抓 然后喂给他们 这头狼正在享受活鸡 他刚刚钓着那只鸡跑了好久 他就是不愿意其他的狼 跟他一起分享 这边有一头狼在洗澡 他应该是觉得很热 泡个冷水澡热乎多了 凉快多了 来看这边来喂狼了 鲜肉 这些狼应该是被饿着了 狼是不识接来之时的 他们已经没有了狼性 这几头狼的警觉性稍微高一点 比那边野一些 那边完全像狗 你看他夹着尾巴在看那边 夹尾巴说明什么 你要注意他要准备攻击 大家看到这些铁网了吗 铁网的真实高度其实是很高的 因为地底下挖得很深 要不然狼就会打洞 从下面钻过去 之前就有狼从这边逃出去过 逃从里面有三只狼隐藏着 他们在放哨 他们是有团队有组织的 不会轮流放哨吧 我觉得肯定是轮流放哨 狼是很聪明的 我们现在去那个白色棚子下面等车 返程 小星星在这说话算话 他说今天不让我们抱 那就不让我们抱 好嘞 我们坐小火车去下一站 没看见了 玩哪伤了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原点了 下车 接下来是对线的时候了 去体验馆里面 这里讲的是狼的品种 欢迎狼的情侣 狼多肉少 狼子野心 引狼入室 狼心狗肺 狼背为奸 好像都不是什么好词 这个地图上面讲的是狼的分布 这边还有一个超大的地球仪 大家看一下这幅图 母狼捕鹰 这个图案是罗马士辉 但是这是狼的神话与预言 你们觉得真有其事吗 灭狼运动 你们看看这个数据 48年到58年 内蒙古自自去救 打死9.7万只狼 C low 这样不对 这个狼做的好逼真 走吧 我们该回去了 我们一出来就看到这个飞机要降落了 准备 3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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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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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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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